近日央视的军事节目中 一支神秘部队出现在解放军在昆仑山路开战的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中 这支部队被称为精烈损部队 是一支极少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部队 因此此次精烈损现身昆仑山也引起热议 要说精烈损为何如此具有神秘感 解放军报曾报道过这支部队并将其称之为 在解放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类型的部队 后称解放军史上从未有过可见其意义之大 但由于极少露面因此该部队也是显为人知 根据资料显示精烈损部队成立于2017年 此前的报道并未透露这支部队的具体职责 但在此次演习中我们却能窥见一二 在央视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 精烈损部队的战士放出无人机 部署战场雷达在雷达显示屏前接收信息 以及在电脑前学习等画面 由此可以判断精烈损是一支战略信息部队 着重于无人机等智能设备的操控 换句话说这是一支专业的人机交互部队 在如今的现代战场上 无人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可以说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智能装备 在战场上的应用已经开始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 不过无人机等装备在战场上出现尽管很多 但从事这方面的专业化部队却并不多 专业人机互动部队 涉及到从敌区到后方整个战场形势的把握 不仅需要过硬的身体素质 还需要专业的知识 可谓是文武兼备 因此其部队成员也各个堪称精英 而这些精英聚集在一起将主导整个战场形势 打个比方 我们知道最近我国西南边境出现动荡 而这些高原地区有大片暴露齐渠的无人区 不适合新军 而这就是最适合无人机部队发挥实力的时候 利用无人机将战场形势实时传回到总部 并且做出分析判断 不仅节省大量人力成本 而且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 可以说精烈损部队将我国的军用无人机的使用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有网友吐槽到 精烈损部队的士兵具备的技能 有一些像我们玩射击类游戏 这表明我们需要发掘一批电玩高手加入部队 有意思的是美国也在打造这样的部队 甚至将游戏手柄运用到人机互动部队中 这说明了我军的精烈损部队 已经成为未来军队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解放军正朝着科学化 现代化与专业化迈进 据参考消息 在3月2日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筹备建立一条 从莫斯科至圣比德堡干线的实验性量子通讯网络 总长度在800公里左右 预计在今年内完成投入使用 这个项目被称为5100计划 不过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在量子领域的研究并不理想 也没有量子计算机 因此参与计划的专家组就提出 要实习中国在量子网络通信系统建设的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当前国际社会最顶尖的量子技术研究 这项技术已经具有了现实意义 在面对信息保护 传统信息威胁时 有着巨大的优势 轨道交通如今大多是根据网络数据 进行控制和协调 一旦有敌对势力进行破坏 可能仅仅只是某一条关键线路上的信息 出现延迟或者篡改 就会在短时间内 用一个国家的交通网络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导致其经济遭受重创 为此 一个全面的量子网络建设 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的认可 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 由今库洛奇金指出 当前国际社会 中国无疑是量子领域的顶跑者 甚至已经完成了超过2000公里的量子卫星通信路线 虽然欧美也在尝试建立类似的项目 但是真正完成的只有中国 它也是全球唯一一个 拥有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的国家 因此 俄罗斯有必要去研究 学习中国量子领域建设的经验 摸着中国过河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一条复杂的量子网络干线 需要的不仅仅是量子通讯领域的研究技术 更需要配套的一系列支持 中国可以建成 是拥有良好的基建能力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 而俄罗斯是否也拥有与中国相同的各项资源 是在计划实施阶段 俄罗斯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俄罗斯只是单纯参考中国量子技术的研发经验 恐怕最终也只能学到一个半成品 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消息称 近日核问题专家克里斯腾森对外界表示 中国目前至少有16个新建的洲际导弹发射设施 位于靠近中国内蒙古吉兰泰的沙漠地区 其中11个项目是于2020年下半年开工的 预计今年完工 剩下5个将于明年完工 同时克里斯腾森还指出 中国以前有18到20个发射设施 如果新的基地全部建成 中国的核力量数量将翻倍增长 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加的令人信服 克里斯腾森还描述了这些建筑的具体细节 他表示 该基地落作于一个解放军的新兵训练区 面积约为2090平方千米 大部分是沙漠和山脉 总绵延约140公里 而解放军为了避免洲际导弹的发射设施 同时遭到破坏 所以全部设施都以超过2.2公里的间隔建造 美处设施在附近还挖掘出了两个长350米左右的隧道 这可能是为了防止机动发射装置和导弹被敌方空军发现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 与最初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相比 新的设施能够更有效地发射固体燃料导弹 因为其体积要小于东风5洲际导弹设施 这可能是为了适应东风41等固体燃料洲际导弹而准备的 不过美专家曝光的这一消息听听就好了 虽然他还分析 这些消息被泄露出来是为了敲到对岸 会导致各国之间面临的核风险骤增 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并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肯定 美国那么喜欢管东管西的话 还不如先管好自己 德州大端电波说疫情管控都管控了一年多都没有好转 都这样了还妄图插手台海局势 也不知道拜登是怎么想的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去年解放军军机频繁在台海西南部空域巡航以来 岛内人便惊慌失措 表面上一副你来就来的样子 实则暗地里十分担心 解放军对台的如此密集骚扰行动是在为攻台做准备 毕竟与以往口头上的警告不同 解放军现在是针刀石枪的对台海进行威慑 以及对在背后煽动两岸关系的美国势力进行威慑 也许是作贼心虚 国内现在的任何举动对岛内人来说 都仿佛是促进统一的讯号 此次核武器设施的曝光更是让岛内人内心不安 认为大陆对台已经彻底狠下心 近日网络情报公司通过英国媒体路透社告诉外界 中国黑客团体正在寻找印度疫苗制造商的系统漏洞 与窃取印度疫苗机密 以此来获得落后印度的局势 看到这则消息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世上竟有如此厚脸皮之辈 因为这是没睡醒还是拐着弯吵嚣印度 据报道称 目前中国和印度都在向周边国家出售或者赠送新冠疫苗 算得上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因此中国的一些黑客组织就在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 对印度疫苗的机密下手了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成功 因为正好被印度抓到了 还有相关证据 先不说这件事的真实性十分令人怀疑 就想问英国这是没睡醒吗 怎么也不睁眼看看中国和印度的差别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情报公司似乎和西方以及印度政府有着某些联系 据悉 这家公司的CEO就是毕业于印度 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的 曾经在英国高等教育部门工作过 而且在创业的时候 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投资 这样复杂的关系 说是没阴谋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印度自导自演的异常剂 还是美国或者英国部署的命连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 对中国来说 这都是在往中国身上泼脏水 不过这盆脏水能不能泼到中国身上 还有待考究 毕竟作为印度本土研发的第一种新冠疫苗 疫苗目前依然处在第三期领床试验中 而莫迪虽然大肆宣传这支疫苗的可靠性 也在全医医学科学院研究所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之后还有几剂疫苗需要打也还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不止一剂 同时印度不仅国内疫情十分严重 确诊患者一天多过一天 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253万 这样的人怎么相信印度疫苗是有用的 而且就算印度向周边出售的疫苗 也是要么赔本买卖要么贪小便宜 而且真要说起来 也没几个国家从印度买了疫苗的 中国如今已经推出了只需要打一剂的新冠疫苗 甚至目前中印两国国内的疫情严重程度差距依然十分巨大 再加上目前中国在国内已经接种了4050万剂疫苗 位居世界第二 还不断有周边国家前来寻求能为他们提供疫苗 所以就算中国想要周边国家的市场 但是中国疫苗本身竞争力就足够了 何须偷印度疫苗这样多此一举 而且说实话 英国媒体路透社 英国也不至于对这一点看不清楚 所以这件事英国媒体为什么曝光出来 很可能就是拐着玩嘲笑印度一波 当个笑话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